欢迎进入科大训飞学习机一战到底 是小敏 亲爱的现场 还有第二期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科大训飞学习机 独家冠名播出的一战到底 欢迎大家 各位好 我是李浩 大家晚上好 我是小敏 李浩 你知道吗 今天是9月2号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 9月2号 你又过什么日子 我最怕你过日子了 真的 不要紧张好不好 9月2号是开学的日子 完全意味着所有的妈妈们解放了 也是 暑假的时候不仅要陪孩子玩 还要陪他们学习 有些时候父亲坐在那个客厅里 看电视的时候 老听到里头老骂孩子 心想 你这个母亲一点都不慈祥 你走开 走开 走开 我来陪孩子学习 学习 半个小时之后 什么刀枪棍棒 赴月勾差全屎上了 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什么 课大训飞学习机 让孩子自己学 谁啊 那么今天本场 又会有哪些游戏的朋友 来到我们的现场呢 让我们欢迎他们 上场 哇 真帅 可以啊 再一次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帮助成绩提升 用科大训飞学习机 感谢科大训飞学习机的独家冠名支持 一战到底由思念金牌虾水饺 特约播出 一只水饺一只虾 好吃就是思念金牌虾水饺 本节目由 闲歌小小脆 特约播出 闲歌小小脆 又小又脆 喝军摇未动力 确保答题正确率 感谢常位有活力 人生有动力 军摇未动力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是的 本节目由 传承300年调经书域好容颜 广玉远听坤丹赞助播出 正在观看节目的朋友 如果想来到我们的舞台 现在就可以打开 你的微信摇摇扫一扫 或者是登录站到底 微博话题页面 即可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 这次还有机会获得 由思念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贤歌小小脆 答题有滋味 再次欢迎大家 那今天还有两位名人堂的选手 也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谁 那就是学历与美貌并存 大使专业户慕东霖 大家好 我叫慕东霖 我的朋友都叫我大使专业户 我一鼓作气地在这挑战了三个人 气势如虹 你这样到底等我再次来战 另外这一位是北大硕士单场冠军 吕翔 知识黑洞 我叫吕翔 现在是一个互联网平台的节目的主持人 以及制作人 我四年的时间 每个晚上我只睡六个小时 耳朵一直在听的就是各种英语啊 书籍啊 报刊啊 SRS 五音店 向日葵 站得更久 脑容量大才重要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 看看谁会成为本场的第一位挑战者吧 那就是神奇的爸爸 神奇的爸爸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标题叫神奇的爸爸吗 因为我有个大家都知道的神奇的爸爸 你爸爸是谁 陈学东 这是陈学东儿子 干爸爸 是我去参加他生日的时候 他看起来很有爱 对 机缘巧合 然后在一块 然后最后他觉得你特别可爱 就认得你做他的干儿子 你认得他做了干爸了 是不是 你为什么喜欢他呢 他给了我很多自信 有一次去游乐园坐那个水上过程车 怕高 怕水 待几下不敢坐就哭了 然后他就鼓励我 要我上去 然后我考了前学证 你这么大怎么考前学证啊 我潜的比你们浅15米 就是因为陈学东鼓励和影响了你 所以你才下定决心去学 对 你很厉害啊 你要知道 我跟这个小姐姐都有潜水执照 你知道海龟做首饰长什么样吗 来 海龟长什么样 海龟我有两种方式 一种复杂的方式是这样的 还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是666 对 是吧 对吧 差不多吧 小丑鱼 就这样的啊 你考他 鲨鱼 没有氧气了 可以啊 我这看到他我就回想到了我小时候 他跟我长得好像 哪一点像 人家比你帅多 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做什么 我呢 想做演员 遇见了程老师的话 我是更想当演员了 而且我现在也一起在学金剧了 为你的勇气鼓掌 这就是可爱的少年 我们对于这么有勇气的小伙子 给予他掌声鼓励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今天所要面对的对手有哪些 今天的关键词 我都连念都不晓得该怎么念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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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是什么 有没有正常一点的 像什么三个字的呀 四个字的呀 那就举精一了吧 有点像是一个女生 好 我们来揭晓举精一 看是谁 恭喜你 恭喜你 就是她 就是她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蒙园 我有创造一种字体 叫做菊花体 精一的意思就是我 尽现了一幅字 然后给一站到底 人生的路有千万条 你也可以一站到底 对 这个其实还挺交易的 你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因为我是全职做字体的 别人看徐花的话 可能会觉得它是花 但是我看我就会发现 它是线条形的花瓣 那它就可以用到字里面 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 这个蒙园啊 他给很多的优秀的影视作品 都创作过字体 你看《悟空传》 他写的 《悟空传》的感觉 他更狂放一些 像《大鱼海棠》呢 风格可能就是 清雅飘逸一些 还有最近很红的 《长安十二时辰》 这个是《乐扎》 没有想到 才能遇到了 这样一位啊 不可多得的小棋女子 其实书法 现在这个形势 其实挺严峻的 我就想 我能不能作为 中间的那个点 把传统和现代的东西 结合一下 去做他们中间的一个桥梁 真是棋女子了不起啊 好 等一下 我今天也有点紧张 我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骨气方式 因为一唱熊鸡天下鸣嘛 所以说希望我能够以全情的精神 然后来答一下题 那你真的要熊起 熊起 希望两位在答题的过程当中 都能够火力全开 祝你们好运 加油 谢谢 下面我还需要特别的提醒一句 每轮打题 双方打完五轮题之后 将会不定轮数出现 由柯大讯飞学习机推送的 小初高数理化挑战题 祝你们好运 请准备 打题开始 踝关节扭伤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当然是 先冷敷 后热敷 两体温时 哪里的温度最接近人体温度 直肠 睡眠时姿势朝哪个方向最好 如果向左躺的话呢 可能会压到心脏 那就是向右躺了 古代门人雅士的肖寒聚会 都与哪个数字相关 肖寒聚会 他们一般都会赢脚 所以说应该是脚 在狗的眼睛里 世界是什么颜色呢 我觉得会有点暗淡 是黑白灰 但是他只有看到主人的时候 感觉上像是彩色的 经理学上 哪种颜色会令人食欲增加 但是如果 будете 那种颜色不错 它是在理解 那種颜色是 人生的肖寒聚会 科学人 从颜色会 的 这种颜色 在这种欧心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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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来到一站到底 谢谢 特别荣幸能够认识你 你那遥空是干嘛的 看电视的时候你不要换台的吗 你换台你对着他说 给我调到江苏卫视 再见 掌声送野城出城 好,来看一下他的奖品 金柱堡卺企 潔能冰箱 恭喜你 好,来看一下观看 上面一个杠杠XX 或者是简简秤秤 要不然来选一下杠杠和XX 我想选叉叉叉 请揭晓叉叉叉叉 名人堂 名人堂 他就是 顾东霖 东霖 欢迎东霖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沐东霖 那为什么会用叉叉这个观点词 叉叉其实是玩具总动员4 当中一个新的角色 他第一次看到像吴迪 八十光年的时候 他有点就自己不自信 因为觉得自己是个参俊 和他们格格不入 但是后来呢 胡迪就跟他说 你要相信自己 因为你也是玩具之家之一 我今天选这个人物 是因为我觉得跟自己有点像 今天是我第一次以名人堂的身份 站在这里 所以我之前是有点忐忑 但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同事也是名人堂 于喜山 他就跟我说 你不要觉得名人堂 其实是一个神坛 好像是要把住门口守卫 不让你们这些优秀选手进来 其实你要觉得 我们是一个试金石 如果你们这些优秀的选手 可以踩上我们肩膀的话 我们也愿意把你们送上知识的圣坛 只是给你设一个考验 有怕了吗 不怕 加油 两位加油 请准备 打击开始 网林球上面有几个指洞 看过猫后老鼠应该都知道 经常砸在汤姆头上的三个洞 群口相声中除了痘梗捧梗 还有什么 一人说二人痘三人凑 所以这第三个人就是调解矛盾的 叫做易凤 三国演义中 桃园三杰异故事发生在谁的家中 我记得是张飞比较有钱 她有一个桃园 所以应该是在张飞的家里 烽火系诸侯的主角 包四名字当中的包指代的是什么 大家知道烽火系诸侯这个故事 是包四和周游王 而这个包是国家 答对 历史上八王之乱的八王都姓什么 八王之乱 她眼神出了一个成语叫乱七八糟 她都姓司马 身受戴瓶剪 发西 官字偏视哪位诗人对于脱发的感慨 之前李白也写过同样的诗 她说白话三千丈 这是刘雨琪写的 身受戴瓶剪 据国家司法规定 多少岁以上的女性通称为妇女 我觉得应该是18岁吧 这一千丈 三千丈 还要给她贵瓶剪 个人 我们这一千丈 一千丈 十四次就通称为妇女了 什么 但是你有一次容错权 来答题继续 我国985工程中的980指的是什么 这个工程是季国家211之后的又一工程 它是指1998年5月份开始的 被称为英国第一猫的拉里 是通过怎样的方式 进入唐宁街10号的 应该是领养 一举两德当中的两德原意 是指的什么 有一个古人他叫变庄子 他上山去打老虎 结果两只老虎相侦 有一只先死了 他就把另外一只打死 就获得打死两只老虎的美名 所以是两只老虎 子在川上约 侍者如丝敷中的川 是哪条河 这是孔子在黄河上发出的感叹 子是指的孔子 川是指的黄河 杨修曾因与他人分食了什么点心 而被曹操厌恶 他吃了一个点心 然后就跟别人分 别人就说你为什么给我 他是一人一口酥 所以是一和酥 为了更好的吸收 维生素A胡萝卜 更适合鱼怎么吃 我觉得应该是深吃吧 应该是熟了吃 所以很遗憾 非常棒 小莫子 你非常棒 你说你吧 你怎么那么优秀呢 你不仅长得帅 你还会这么多知识呢 我觉得宜战到底是一个很好的节目 它能让我了解更多的知识 我也觉得我下一次还想来这个节目 好 我们希望你将来能够真的梦想成真 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男子 好吗 好 好的 开始挑选下一位挑战者吧 你笑起来声 哟 喂 哎 凉皮啊 以前凉皮有西安有 要吃凉皮你得走西口 现在凉皮这么家乡有 你只需走出那家门口 大钞票你们兜里有 得意哪口来哪口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不要站这广固丑 扔两千晚你再走啊 凉皮嘞 大家好 我来自黑龙江 我是赵一坤 卖凉皮的小贩 那句话在你身上 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好胳膊好腿 就是不如一张好嘴啊 为了招揽顾客嘛 自己需要想一些办法 于是我就用这种方式 去跟大家做一个互动 有的顾客说 你这凉皮今天做的 有点宽 有点厚啊 那我就说你多傻 我这是对你好 因为我为人宽厚 所以带你不薄 这凉皮得多厚多宽啊 真是 那顾客的口味不一样 他会有提要求 他说你应该给我 多放点辣椒 少放点蒜 我就会说多放辣椒 少放蒜 都是你饮食的习惯 小摊不是大老板 你想早饭就早饭 你都很快乐 你就每天乐着 跟他们一起做生意 就你笑起来真好看 大家对你的评价吗 也不完全是 我这个是因为我生命中 另外一个重要的人 他笑起来真的很好看 那就是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呢 他是一个重度的自闭症 他呢这么十多年 十七岁了 没有说过一句话 也没有叫过一声爸爸妈妈 自闭症的那种孩子是 不会对外界做出什么反应 有一天就是这个电视剧里的 播着乡村爱情的时候 我的儿子就突然间就笑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作为一个父亲呢 我为了跟他有一个正常的父子 之间的一个交流 我就去积极地去模仿 那个乡村爱情当中的人物 然后我不停地给自己心理暗示 我一定要快乐 我一定要给我的孩子带来快乐 但实际上 现实的情况是很残酷的 他现在十七岁了 说句实话 他的生活是不能自理的 有一天我 骑着散热车回家的时候 我就在马路边看到了一个 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他腿上枕了一个 四十多岁的男人 我就想到了若干年后的我老婆 老海中就闪过了几句话 我希望有一条小路 能通往自闭儿子的内心深处 我希望有一种神奇的要果 把我爱人的青春永远留住 你看 复这个字 像屋檐 下面又像支角 像支撑 所以这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粮 可能不管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没有办法身上的这个担子和责任 在这个地方 我们 我真的发自内心的 我特别理解你 而且很感动于你今天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 作为父亲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也想成为我儿子的一个榜样 人的心永远有温度 希望今天你来到这个舞台上面 能够不负所幸 也希望今天 你出现在这个电视画面里的时候 你的孩子 在他的脸上 也有一个表情闪过 也许那就是属于 你曾经所看到的那一个笑容 好吗 好的 嗯 来为你揭开 大家接下来的关键词 我觉得第一个那个两个杠 我感觉有点破折号的意思 那破折号前面也没有文字 后面也没有文字 它显得比较神秘 我就选第一个 好 请揭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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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请 请告诉一下我们 应该怎么念你今天的关键词 其实这两杠呢 就是大家都学过 加减乘除的减 所以是减减的意思 因为我觉得上一次来 我是以一个比较着急 比较焦虑的心态 那我觉得我人生前二十几年 也确实一直在做加法 但我听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的人生一直做加法 你可能可以收获一些知识 但只有学会事实地做减法 你才可以真的沉淀一下 一些人生的智慧 所以我觉得这半年我沉淀了 所以我减减地来了 哎呦 你成熟得太快了 一般像我们这种年过半百的 才不会有这种心态 像我之前就特别爱抱班 爱学习 欧阳修说 马上 枕上 侧上 说的就是我 我就是属于在车上 我得看书 上厕所我得背单词 晚上睡前 我还得听新闻什么的 但感觉学了很多东西 反而只受获了一份 特别焦虑的心态 总是觉得把时间花在学习上面 我就渴望自己有所回报 其实我觉得学习 本身是个乐趣 对啊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觉悟到这一点 直到我通过一种方式 现场每个人都会 跑步 我现在大约一天 能跑个六公里左右 其实也是效仿 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作家 叫崔尚春树 他说其实如果人类在长跑当中 一定要有什么东西 要战胜的话 那其实就是过去的你自己 而且另外一点就是 跑步的时候吧 人体会分泌一些多巴胺和内肺态 会让你很快乐 所以这种快乐 不仅修炼了我的心性 也让我这个原来着急的个性 慢慢地变得有些淡然吧 希望每一个人呢 能在你们自己所喜欢的运动当中 找到属于你们的快乐 我们真的撞上了名人堂 此情此景 我想银是一首 银 银 银 虽然你来自名人堂 面对强敌我不慌 欲强则强 以刚克刚 今天不是你活活 就是我凉凉 其实我是觉得赵爸爸真的 不用你凉凉我凉凉 就只要您在这个舞台上战胜了我 对 您就达到了您的目标了 来吧 请准备 来 开始 如果被甲鱼咬住了手 应该怎么办 如果被甲鱼咬住手 一定不要硬拉 一起翻到水里头 甲鱼就会自动地松开 和粉红小猪游泳 是哪个岛屿国家的旅游项目啊 哇 这个岛屿很浪漫 还有一片粉红的海滩 是巴哈马 海鱼比河鱼更未生的原因 是寄生虫无法适应什么 海鱼因为它生活得比较深 那么当上岸以后 海鱼应该是适应不了岸上的那个 伸头牙 啊 矿泉水与自来水哪个折光率更高 那折光率嘛 那说明水里的矿物质要更多一些 所以应该是矿泉水 童谣千里草何行轻 时日补不得生 讲的是哪位历史人物啊 从字面上看千里草应该是 三不燕一直重拙 答对 神交侠侣中李莫愁独创的三无三不守 分别是无孔不入无所不知和哪一招 这李莫愁失恋之后创这一招 哪里柔软打哪里 所以是无所不为 接下来是特大军队超脑题 请听题 北极熊抓鱼是不是吃了一块冰 请问这块冰是什么味道的 冰都应该是雨水冻结的 那么一定是淡的 唐天元可以在太空进行哪种运动项目 太空是一个失重的环境 所以哑铃肯定不太行 所以我想是拉堂皇拉力气 中国国土面积最大的地级式 是哪个式 我觉得应该是北京市 三沙市 所占的这个国土面积是最大的 接下来你还有机会答题继续 太平洋的面积 约占地球海洋表面的百分之多 50 对 1%左右 1977年 人类发射的太空镀晶唱片当中 收录了哪一首中国乐曲 77年的应该是美国那个旅行者号 他收录了一首高山流水的流水片 一时足成千古恨 再回头是百年人的典故 原自哪为历史人物 是他人笑我太疯癫的唐银唐伯虎 电影《美丽人生》中 父亲为孩子编造了一个怎样的谎言 是表达一个父爱的 是我们在做游戏 最后父亲被带走的时候 他还在跟孩子表演 这电影太好看了 电影《海洋天堂》中 父亲扮演成了哪种动物 陪孩子一起游泳 这电影我还真看过 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是跟我爸爸一起看的 这个电影的情节 我觉得跟今天 咱们赵大哥的故事也很像 是一个父亲 为了他自闭症的孩子 然后呢 因为他觉得他的孩子 我觉得 我觉得他应该是 故意在让着我 肯定知道这个 这个电影所表达的东西 最后大夫跟海龟一起 在海洋中拥有 就像是那个父亲 在永远地陪伴着这个孩子 我要谢谢 谢谢这个美女 谢谢 谢谢 欢送吕翔 祝贺赵玉坤 继续冲击往前 好的 来 我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 胜对一个字 我的字是最多的 我想我们俩对应一下 那就选胜吧 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我们来揭晓一下 看看胜是谁 他就是 潘月 想得很帅 一看就会混血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韩月 然后我是一名混血 我妈妈是天津人 我爸爸是德国人 天津人这个话说得方便很好 对 所以你的天津话说得比普通话好吧 差不多 差不多也没有在天津待了五六年了 哦 今年十八岁 然后也是一名前足球运动员 哇 但是我看你年龄很小的样子啊 你今年多大了 十八岁 十八岁刚说了人家 会是 就是好看啊 为什么会叫胜呢 胜的话 他其实跟我在球场上的位置有关系 因为在 我知道 我知道 守门员对不对 对 对 因为中国球迷喜欢一个球员的时候 他会给他起一个外号 C罗是八道总裁 拉莫斯是水哥 然后球场上只有一个位置 是永远不变的外号 那就是守门员 对 比如说胜不逢 胜卡锡 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可以叫我胜寒月 因为有守护的意思嘛 对对对 那守门员是守护球队的 所以要叫胜 对 在德国的清训联赛中 得过两次的金手套奖 然后三次的MVP奖 哇 然后其实我跟你说 我很久没踢了 但我特别怀念的 不光是足球的感觉 就是后面给我加油的 拉拉队的感觉 也是贼棒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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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韩月 你现在面临的是我们的赵大哥 所以我们要拿出百分百的实力 来战胜对方 这样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敬 刚刚听到了您的故事 然后非常感动 然后我觉得我们中国之所以才这么伟大 因为像你这样的父母 希望我们一起加油 然后今天来到一战到底这个舞台 就想把守好我的大门 让对手无法射门 那我先告诉你一句 你跟谁俩呢 33核是核 不服咱俩就渴了 哈哈哈哈 两位在这段答题好好嗑一嗑啊 准备吧 打题开始 冠满的保温瓶和没冠满的保温瓶 哪个更能起到保温效果 因为没有冠满的保温瓶 它是有留有空间的 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 所以没冠满的保温瓶跟保温 人的身高在一天中哪个时候更高 因为人下午的时候会驼背 是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身体会长高 所以是早上 麦兜的胎记在什么位置 麦兜除了他的呆萌可爱之外 他与其他小猪不同的 就是他的右眼有个胎记 在官方设定中 江户川 柯南和拉比小新 谁更高 其实我小时候很多人说 我眉毛像拉比小新 对了 招财猫举左右手表示不同寓意 当他举左手时表示什么意思 这还有讲究啊 我在一些商店里头看到了 招财猫举的都是右手 那么做生意应该是希望招财 他举左手的一定是招服 答对 公安部失踪儿童 消息紧急发布平台又叫什么系统 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 团圆 这是武师版演中哪种类别的狮子 南方的狮子会做的做工比较精致 这个一定是男狮 请看视频里 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 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干嘛呀旅长 打劫呀 你干脆起来 谢谢大家 美直兰 老子协定的简称是CB 这个真不知道 其实真的这样我也不遗憾 我觉得我自己又收获了一些知识 精存感激 谢谢大家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平凡生活当中 那个平凡的父亲 但是你做出的所有都是为了你的孩子 为了你的家庭 然后一个人扛了所有的重担 所以我觉得你才是我们特别值得敬佩的人 也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舞台 偶像 你的年生 你的家庭 包括你的这些经历 我们感同身受 感谢你 他是一个笑起来很好看 平凡又伟大的父亲 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再见 祝贺你小孩 好 来看一下这一个你可以收获到的奖品是 变品壁挂式空调 恭喜你 那同时我们也来看一下 现在场上还剩下了两位选手 机长 机长如果想找女朋友的话 应该很容易吧 欢迎回来 帮助成绩提升 用科大训飞学习机 感谢科大训飞学习机的独家冠名支持 本节目由思念金牌虾水饺 特别播出一只水饺一只虾 好吃就是思念金牌虾水饺 本节目由咸哥小小脆 特别播出咸哥小小脆 又小又脆 和君尧微动力确保答题正确率 感谢肠胃有活力 人生有动力 君尧微动力 对于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 通过一站到底新浪官方微博 或者是我和李好的微博 来积极参与我们的实时答题活动 更欢迎大家登陆励志网 下载励志新闻客户端 来了解我们的节目及时动态 下面让我们答题继续 那同时我们也来看一下 现在场上还剩下了两位选手啊 机长 机长如果想找女朋友的话 应该很容易吧 我选777吧 我希望是她 因为她应该不会是想找女朋友吧 好吧 那既然已经选定了 请揭晓 哇 吴泽里奥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于春秋航空的一名机长 我叫吴泽里奥 我是盟公司目前最年轻的一名机长 说来乍到 请问完照 那你到底多大 我现在30岁 那你第一次飞是 27岁 我没见过这么年轻的机长 对 因为我们一般知道的 好像就是最年轻的机长 应该在35岁左右吧 对 对 对 你为什么会那么年轻 就当机长了呢 你是怎么做到的 有两点嘛 第一点肯定是毋庸置疑是 飞行技术比较好 技术好 得肯定的 第二点可以比普通人 可能要多那么一点点 就是可能稍微晒了那么一点 太可爱了 所以机长也是太颜值了是吧 他们好像公司也担心乘客 会有这个担忧 所以呢 让他真的是因为技术过硬 对 因为我们飞国际航班 走的通道是跟旅客是一样的 很多叔叔阿姨 他们就会问 哎 他说你是机长吗 这么年轻就当机长了 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今天这个航班可以吗 连续三个月 基本上每一次飞航班 都会被质疑 哦 对 所以我的称务长 他们就专门为我录了一段音频 遇到这种旅客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放 然后帮我解惑 音频老师 欢迎您乘坐春秋航空的班机 本次航班的直飞机长 吴泽里奥 年龄三十 正是肥而不腻的黄金年纪 虽然年轻 但是技术精湛 如果他的服务让您觉得完美 可以拨打春秋航空官方客服电话 索要私人联系方式哦 哇 春秋航空还提供这个服务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了 两位男士之间的竞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跑哥 我有个请求可以吗 好 我可以把我的外套脱一下吗 要不要看 我可以把我的外套脱一下吗 要不要看 胸肌 二口肌 没事 两位帅小伙儿看你们谁能够战胜对手 答题开始 金剧脸谱中碎花脸主要表现的是哪种人物形象 我老爷特别爱看金剧 凶猛 秋季树木落叶时 哪部分的叶子最后枯落 这是有一个顶端的优势 所有的养分都会到达树梢 所以说最后落的应该是靠近树梢的 挑选西瓜时 哪种西瓜含水量更大 音调越高的水分越多 曾国藩的用兵之道可以总结为六个字 结应债和什么 他是打太平天国用的打呆杖 电脑键盘上为方便盲打设计了F和哪个字母为突起键 这两个手放到键盘上的话 这正好就是F跟J 这把折扇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幅画作 来源于青苏于蓝胜于蓝的千里江山图 墨西哥卷饼的皮儿 因使用了哪种古物而口感独特 玉米 明清时期一两银子的购买力 大约是现在的多少钱人民币 不同时期的钱币的购买力是不同的 但是按照明清近代的 大约为几百块 柯大熏飞创导题 两位请进题 用一个平面结正方体 能得到正六边行吗 可以 起重机 用钢丝绳拉一物体竖直上升 在钢丝绳突然断掉后的一瞬间 物体将会怎样运动 它有一个惯性会继续上升 大熊猫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 属于哪个级别 中国做得特别好 一位 对 原来是并非 每年圣诞节时 澳大利亚圣诞老人的什么部分 与大多数国家都不相同呢 因为是由于南北半球的关系 在同一段时间一左不同 我们这儿的到12月25 我们的冬天是刚好南半球夏天 我衷心服务了他19年后 现在是他回报我的时候了 是哪位教练招募球员时说的话 这是波波威奇对登肯说的一句话 成语 如于得水中水 指的是哪位三国人 这是三国茅庐请出诸葛先生之后 刘备说的 所以是诸葛亮 加拿大最大的岛屿是哪座 格林兰岛 好的 开心 谢谢一战到底 感谢你来到一战到底 为我们展示了你的答题风采 和你今天爆棚的好运气 拜拜 再见 祝贺鸡掌 恭喜你获得的是30分 全静裸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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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只剩下最后一位对手了 他叫想找女朋友 来 江南 大家好 我叫江南 来自清华大学 那么首先呢 对台下的各位单身男士说一句 如果你们想找女朋友的话呢 可以来找我哦 你这么学爱啊 你要想多样个男朋友啊 那天 其实呢 是和我做的一件事情有关 清华大学都是一些学霸级的人物 所以他们很少有时间打扮自己 比如说工科的男生呢 就是黑框眼镜格子衫 那么为了改变大家对这些学霸们的印象呢 就是我们就会有一个改造清华小哥哥的 这么一个活动 其中呢 也有一些小哥哥经过我们的改造之后 顺利脱单找到了女朋友 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我刚刚觉得他说的好像就是我 你知道吗 黑框眼镜格子衫 这是我平时的标配 那么我今天呢 还带了一些改造的效果图来到现场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伙子挺精神的嘛 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清华大学的 金管学院的一名学生 那么他就不太注重打扮 平常就是会穿一些 带有明显标志的logo衫 外加运动鞋 刚刚那个改造成了这样 是一个人啊 大家都说他改造完之后 觉得有点像白晋庭 第二个呢 他是计算机学院的 这位呢 是我的同班同学 他给人有种到下地插腰的感觉 而且呢 他对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就是 改造一定不能剃掉他的胡子 也一定不能摘掉他的帽子 哦 这个风格还蛮满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你们干的这个事啊 也挺好 因为原因是在于啊 有些时候如果服装 身材 气质 能够让一个人变得更加自信 我觉得他就是有好处的 对 应该值得去改造 今天其实你是作为最后一个选手 你是很有可能会站到最后的 因为一提决输赢 首先呢 我非常尊敬飞行员这个职业 他就像蓝天当中的一把利剑 但是拿破仑说过呢 思想的力量 永远战胜剑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一战到底 话是说得非常的漂亮 最后战得久 我会送你走 原来季章也会赢十一手 来吧 两位请加油 思念金牌虾水饺 提醒您一战到底马上回来 一战到底精彩继续 想要考试一战成名 你们找对方法了吗 科大训飞学习机能够迅速检测出 你究竟是哪里学的不好 下一步成为战神 科大训飞学习机 给你的学习做个全面体检 找出薄弱点逐个击破 帮你提升成绩一战到底 帮助成绩提升 用科大训飞学习机 欢迎回来帮助成绩提升 用科大训飞学习机 感谢科大训飞学习机的 独家冠名支持 本节目由 四面金白虾水饺特约播出 一只水饺一只虾 好吃就是四面金白虾水饺 本节目由 传承三百年调经书欲好 容颜广远定坤丹赞助播出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呢 我们一战到底的世界名校宝典 好好看世界已经在全国热卖了 那精选了5G世界名校争霸赛 34位精英选手的球学故事 可以说是一本在手流血无忧 这开学了啊 这才是题库 我们这本答题界的天龙八部 在全国已经全线上市了 八本书八千道题 集合了八个方面 方方面的题 能够让您看完了以后 来到我们的一战到底的舞台 好好地发挥您的真材实料 从即刻开始 请登陆京东 当当 天猫 亚马逊 进行订购吧 下面让我们答题继续 来吧 两位请加油 大家开始 乌斯灯泡用久了会发黑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它会升华 所以会变颜色 乌斯升华 调行马的前缀三位代码 指的是什么 生产国 咸鸽蛋制品口味类型 分为盐菊味和哪种味道 我对好哥你代言的仓品 我非常地关注是五香 好吃 现在高铁上也有卖 希望有一天上飞机 英国海军军帽上的黑飘带 是为了纪念哪位将领 是为了纪念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当中 牺牲的将领 奈尔森 纳尔逊 请听音频题 这是哪位皇帝的内心独白 应该是康熙 熊关曼道真如铁 而今脉步从头越 是毛主席在拿手词中的名剧 这写于毛主席的遵义会议之后 疫情额 楼山关 漂亮 开始以后回家哭了 觉得自己不会演戏 是梁朝伟演完哪位导演 电影作品后的概念 王家卫 杨莲因遭到哪位宦官的迫害 而决定每尘起多饮凉水 以求速死 那么杨莲呢 因为弹劾魏忠贤遭到报复 所以是魏忠贤 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内容是 越过哪里 走向世界 越过我们的守护长城 中国唯一对外免签的三个国家 是日本 新加坡和哪个国家 那么他就是吴孙的故乡 文莱 在谢道运将雪花比喻成柳絮之前 他的哥哥将雪花比喻成什么 他的哥哥把他比作于严厉 欢迎回来 本节目由传承三百年调经书域好容颜 广远订困单赞助播出 大家只需要打开微信扫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我们的官方渠道来报名 就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 来参与江南诗词大挑战 接下来让我们答题继续 在谢道运将雪花比喻成柳絮之前 他的哥哥将雪花比喻成什么 他的哥哥把他比作于严厉 同美人耻目中美人的意思 除了诗人自愈以外 还比喻了那种人 品德美好的人 张南要离开了 但其实我并不遗憾 今天能来到这个台上 我觉得我就已经完成了心愿 谢谢张南 再见 恭喜我们的机长乌德里奥 获得了本场最后的冠军 获得了分名 谢谢大家 Wi-Fi 除非你通过关键词找到我了 我们就为大家演奏 我跟他是大学同学 刚从牛津大学本科毕业 我毕业于美国耶路大学 是他吗 不是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家 我已经坐到了我们国内 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位置 我觉得他有点像 不是 都没有选举 是他 不不不不不不